比酱肘子爽口 比肉皮冻鲜香 马上带来解馋不油腻的水晶肘子 肘子经营剔套就烤它 不需要几十种的香料 五种家常调料 去腥不遮香 看似复杂 其实只需简单两步 别看陈师傅年轻 但做水晶肘子已经快十五年了 马上看看这道春季热香美食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原料 猪前肘 还有做水晶肘最关键的原料 以及家家常备的五种调味料 葱 姜 花角 料酒 盐 第一步 肘子的处理 先去骨 切大块 然后放入锅中焯水 把血水焯出去 味道吃起来更加的鲜美可口 等到浮沫撇干净后 捞出来 把焯好的肘子放入凉水下锅中 煮肘子咱们需要五种调料 葱 姜 大料 盐 料酒 千万不要再放其他的香料 不然会遮掉肘子的香气 趁着煮肘子的时间 咱们来处理做水晶肘子最关键的原料 水晶肘子想要水晶的剔透感 靠的是一样特殊的原料 主要就是咱们手中的这个猪皮 猪皮里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长时间熬煮可成粘稠状 放凉后即可成冻 这个道理就和做肉皮冻是一样的 只不过加入了肘子 所以自然是普通的肉皮冻 所无法比拟的 而且这猪皮 宁可千万别偷懒和肘子一起煮 因为肘子会使汤汁变了浑浊 我们把肉皮煮开以后呢 捞出来过凉 这个目的是为了让肉皮变得筋动 我们就可以轻易地把这个 上面的油脂刮下去 这样做出的肘子不仅晶莹剔透 而且吃起来也不油腻 接下来把去掉油脂的肉皮 再放锅里煮 这样汤汁里面全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这时候要提醒您 煮肉皮的火一定不能大 火大汤就容易变浑 大概煮一个半小时 肉皮汤就熬煮好了 第三步 关键的定型步骤 首先把肘子上的肉皮去掉 肘子切成小块 放入碗中 倒入煮好的肉皮汤 冻起来 最好冷藏放置一晚上 第二天肘子和肉皮就合二为一了 咱们的水晶肘子就做好了 而想要吃到这水晶肘子的独特 我们还尝一碗蒜汁 但它和普通的蒜汁大有不同 蒜泥 生抽 醋 花椒油 辣椒油 少量的水 花椒油和辣椒油 不会遮盖蒜汁的香气 同时还增加了蒜汁的复合味 加一片肘子 蘸上蒜汁 放入口中 清凉爽口 却越嚼越香 如此简单又创意